我们刚刚就是批次新增、删除、灾选 所以其实你程式贴上应该就可以work了 不过删除这部分你甚至可以拿那个之前的单次的来改改看 那每一个地方、每一行程式尽可能稍微要了解一下 当然不一定要死倍 可是至少你要知道那个逻辑 以后你才知道该怎么用 OK 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叫application的status bar 这status bar又是application 你会发现哇这application真的太重要 因为application其实也是有本身 它里面有一个叫status bar 那什么叫status bar 这status bar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下方这边 有一个叫目前进度总共几笔进行到地几笔 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给使用者一些叫做讯息的提示 那这个status bar如果你会觉得说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太边边角角使用者根本不太会特别注意 不过至少聊胜于无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增加一个status bar的话 其实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地方我们批字筛选的时候 当它跑的时候呢 我可以跑到第几笔 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笔 总共有6笔 那如果大概有60笔 600笔 那你会跑更久 所以呢当然你跑那么久 使用者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些提示 他不知道说到底跑完了没 我们还好6笔一下就跑完了 可是如果很多的话 或者甚至是有些资料 来自于网路 来自于资料库 来自很多或者是ERP 有很多系统来的资料 那基本上都会跑很久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到底进行到什么地方了 不然的话使用者会觉得 到底这结束了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利用那个application的status bar 这个application的status bar 意思是说我要让那个讯息放在一个地方 可以显示出来 那怎么样显示比较简单 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个application 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呢 我会把那个什么 我们现在在总共有几列 这个我单独独立出一个R的变数 那为什么要单独独立出一个R的变数 因为我后面status bar需要一个讯息 什么 总比数 那总比数是根据什么 这个R R你们追踪到最下面 那7 可是问题有个标题 所以不要把那个标题减掉 所以 假设7 这个是7 就是清单里面的第7列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清单里面的 转错向下 追踪到7 那我总共有几笔呢 那就是7-1 因为扣掉上面这个标题名称不算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加上这个status bar的话 我记得我好像在这边加了一个status bar 总比数 共几 是放在哪个 我看是放在下面 我放在这里 OK 那也就是说我第一个 我先把什么 不然我直接重新再来过 假设我要加那个status bar 我可以先把那个什么 第一个先在for回圈 这边前面加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把总比数 这个总比数先把它搬到上面来 这边再改成R 也就是说先把总共有几列 先丢给R 然后呢 将来R再放过来 OK 那为什么这样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将来会利用 需要用到这个R 去做其他的事 比如说总比数 总共有几笔 那接下来你可以利用什么application 因为我接下来就开始跑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加一个application 点status 所以你大概记一下st status 大概st 下面就出现了 那它是一个属性 属性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比如说它的某个值 某个外观 某个大小 某个颜色等等的 它都会帮你把相关的资料 放在这个status bar 所以如果你要控制它的话 那status bar 后面呢 你就告诉它要放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呢 我们放的东西就是这个 等于 这个啦 因为这个一串 直接拿云端上面的东西来做修改 status bar 等于什么呢 等于 目前笔数 r-1 把标题扣掉 and 进行笔 如果说你这边直接放2的话 目前进行笔数 马上跳2 不对 所以不要减1 减1才从第一笔开始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我现在开始跑 跑那个 刚刚加了一个status bar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把它先删掉 那如果直接跑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在跑太快 所以你们可能要注意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下面有跑 有没有 可是因为 我们这边电脑在跑太快 一下就过了 所以那怎么办呢 那 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让电脑跑慢一点 可不可以让它停一下 其实也可以 那谁管那个 电脑可以停 还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里面 我记得它有个方法 这个 之前好像有同学问到 比如说它跑 那你希望怎么样 让它停一下 不要跑太快 对不对 你可以用那个application 电 它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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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理解 wait 等一下 那wait 是 可是怎么使用 time 这个time 你不能随便给 你不能给 我停5秒钟 你给5 不行 你要给一个time value 所谓的time value 就是一定要是时间格式 你不能随便给它一个5 它不接受 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给什么 对不对 没关系 按一个f1 wait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帮你跳到那个 这个wait的方法 那里面到底要放什么 它必要给时间 那这个time里面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呢 它就会跟你讲说 其实你干脆就范例算了 本范例会将一个执行中的聚集 暂停10秒钟 那如果你要暂停5秒钟 那会照抄不就好 对 所以呢 你直接怎么改 不过你会发现 停10秒为什么这么麻烦 time value 主要原因是一定要这个time value 就是10分秒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知道太多 你干脆怎么样 把这一串 直接Ctrl C 然后呢 把这个数字呢 改成5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停5秒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 这边贴上 那把这个 这个把它 倒车一下 那位置这一行就拿掉了 那不要停10秒了 停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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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秒就好了 那停太久 这样感觉 会怪怪的 好 那这边可以加个注解吧 就是 让那个Excel 这个什么 Excel 那个 暂停 暂停2秒 好 你要多学一个 暂停 这个之前我没讲过 如何暂停 其实你如果不知道 按F1 其实答案都有了 有些范本 你就照 稍微参考 比如说照抄 参考总会有 总会吧 然后呢 加个注解 不然下一次你不知道怎么来的 好 试一下 有没有 停2秒 真的程式变慢了 有没有 他只要 停到那里 停个2秒 还好没有停10秒 停10秒可能 太久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何让VBA 程式暂停2秒钟 OK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那这怎么来的 其实我刚刚讲过 只要你打一个Application点位置 F1 这边就有答案了 他有一个范例 你就直接把这个范例 怎么样 我刚刚是直接拿来call就好了 直接放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有答案了 那只是说他你不能胡人吞爪 会停的 你也要稍微看一下 OK 所以 基本上 什么时候会用到 还是非常多机会会用到 因为有些像 你要从网路抓资料 那网页还没载入 你要等他一下 对不对 等他已经载入了 所以你程式要先停一下 或甚至有一些什么 像什么DDE的东西 有时候程式一跑 对方他还没起来 你就已经换下一步了 当然他就miss掉了 所以怎么样 你就是要等他一下下 等他载入了 你再去抓他的资料 才抓得到 但有的时候 他可能会过来 可是他没有那么快 他有些资料还没Ready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需要 用到类似像 主程式停一下的这个动作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有时候 就会发生问题 因为现在电脑 不是跑太慢 就是跑太快了 OK 所以你要必须让 电脑稍微暂停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个地方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讲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application的status bar 另外的话 我是增加了 如何让程式停两秒钟 因为这个是新增的 所以我干脆 把这个程式贴到 我们的程式码 这边的status bar 这个下面算 这边 也许 不然就是另外再起一个 如何让程式暂停两秒钟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